第四場,四班千二米的拆組 樂菲和大宇文明晉復星 樂菲一檔,今天的一檔那麼旺 起步見到明晉復星紅帽也很爽 快點馬匹,牛王頭先走出來 在他旁邊有晉王星 再開邊紫色衣服就是八卦,顏色王子 當位外點,現在是第四位 接著見紫紫色帽,深花房 然後黃色衣服就是加州海哥 在內側就是明晉復星 灰馬倍增勝數都不太能跟得到 現在移到尾五 然後紅色衣服就是星冠王 拍著有那隻就是勝利同盟 紫色衣服在尾那一匹就是大眾勝利 看回前面,轉彎轉了一半的時候 晉王星的速度比較厲害 這裏已經帶來了兩個多馬位 後面那一對就是八卦顏色王子 然後有深花房 牛王頭也不太能跟得到 這裏已經慢慢移了下去 反為明晉復星本來一檔 這裏已經移出跑道的終碟那裏 追下去有沒有追勢 離開那天晉王星還有三四個馬位 後面那些灰馬倍增勝數也落後 落後比較遠 看來都追不到前面 去到最後一百米的時候 哇,晉王星有點腳遠的時候 明晉復星結歸終點前很輕鬆地過了它 上來拿第三名那一批就是加州海哥 看一隻灰馬倍增勝數 就是由潘頓一半換了加里的落差很大 一個共軍騎士 一個就幾個月才贏 在香港贏一場那些 他早段其實馬 開始他不慢的 到他一捉 然後馬脫口 然後就很辛苦 又要再騎 但其實這場可以再近一點 起步他很有誠意 他都可以騎上去 但是一下子 掉了後之後 他再騎馬就已經不給反應 但以前希威森跑 潘頓不知道希威森跑就不會這樣 那隻馬不是沒有的 如果沒有就追不到回來第四 那些位置 他最後兩步停了一邊 很幸好保住第四 他已經是在星冠狼附近 打得隔口一點 田泰安都很機靈 他本來在南 然後見到牛熊頭推下來 他已經快速移出去 在中路上 千萬不要被人阻礙 留意日本爭勝數 其實未過終點那兩下 幸好他跑到第四 有一點 因為看不到裡面大眾勝利在湧上 幾步收了一邊 稍為放緩了 剛剛叫補多個第四 執身採 是啊 報民在內蘭逢風聲 這樣追上來 勉強第四名就是倍增勝數 四場分斷時間 頭段你23秒44 第二段你21秒90 每段你24秒13 採視時間1分9秒57 現在沒辦法 一個冠賓級騎士突然身體不適 通常排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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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變成落差真的很大 這隻馬未必今天加利可以發揮到應有的水準 主要就是那隻馬 其實他捉著馬肯走 他一騎馬退後 可能人馬不合拍 那也是大家不要解的情況 就不是真的因為他的排排排排排至少 你看到其實他所拍的組織很多成敝 但始终流放方面差一点 如果真的要跟其他判断比较的话 始终不是大师傅,但是加利都尽力了 另外说一下大众省力 因为都有查询报民的跑法 就觉得沿路方面 问一问就觉得他原来都有解释 为何旅行上来 原来他沿路都有少少的困室 因为他当你坏了 他又涉及了门行 但是上来的世界不是太吸引 都要看一看 星冠王这些转过来跑泥地出集有少少闻 那些华卓晨 我觉得晋王星不幸 不离放 否则应该又是到了 是,折抵一点 那我们看看第五场 第五场是四班1650米的 戴文是四月华卓晨 华卓晨,起步,都顺利的 看一看,比较快一点 你看到乘星光辉不停推上来 然后内南位置一档 今晚这么旺 那只检测群鹰如何 他都很努力 在这里不停站 希望都守住好位 接着红色衣服 就是这个红尊勇士 在内側就有龙船块 后面的马头才有少少尺 华卓晨在三叠 内側就是这个锋芒劲路 接着内南位置有这个仲欢笑 然后后面的蓝蓝色舞 就落足料捉住 慢慢都要在外面移上去 斜间条衫就是这个亚洲力量 最后的马匹 看到有这个安耀 然后就有这个高韵 然后紫色三个匹 背三位置喜连深星 背二就中华 在尾那匹 光明仙距离 差不多已经是跑完 对面直路的时候 了 建策群鹰 这里就贴着蓝 带来大概是四分三马位 在第二位就是摘星光辉 然后就是这个红尊勇士 接着有龙船块 开边有些马涌 看到那只落足料 这个时候不足了 差开始歧着趋走 一路走上来 已经超越了那只华卓城 不过华卓城 看到人家走 他也都在动手 不停地躺 然后跟着华卓城 这匹就是亚洲力量 就看着他们的互动是如何 差不多转正入直路的时候 建策群鹰 虽然这一场是可以放倒 但是入直路很快 都已经被外面的马铁被捏过了 率先捏过了 就是落足料 这里出了头 但是黎底野菜 也很有战绩 那只华卓城 这里上来挑战他 華卓晨外面,王爵最後有隻亞洲力量 兩隻馬華卓晨和亞洲力量鬥了一陣 但是亞洲力量勢很強 終點前已經拋掉了一隻華卓晨贏馬 弄得好,黎超聲的話都說他大熟大勇 全場最先一滴是他的 勝版都沒問題 蔡明紹也發揮到一絕 落足了就是因為排檔不好 十四檔,臨時換了八道 轉個大彎,發力早了一點 因為他沒辦法,檔位不好 就算他不發力早一點,他也反正在外碟 如果這樣算是可以的 這場龍船快的二檔又上來的勢不錯 我們看看分斷時間 第五場分斷,頭對你27.39 對你23.49 第三段24.7 對你24.38 五一賽事時間,1分39.97 你說龍船快的勢不錯 和風旺勁路 其實如果這樣比較 高韻反而有些驚喜 比我預期跑得好 這隻高韻 心目中他不是特別厲害的馬 腳塊又不是很漂亮 但其實他衝贏了龍船快 和風旺勁路 可能他泥地性能都不錯 因為今場有些馬 就看看泥地的性能是如何 但說到龍船快 會不會今場他都易當 都主動 其實上來真的不太夠對手衝 還是今場賽事有些馬 都未完全發揮到他真正的實力 譬如如風旺勁路 今場好像都不太到 這場反而是這場組段主動的 一般的 主動回來一般的 那些建測群鷹 龍船快 今晚就想著 建測群鷹最重要是 有一檔擺前些可以做到 但很快已經沒有了 紮聲光輝也是主動的 二碟主動馬 今場也沒有 今場有些馬衝上來 但要恢復的 就是看到黎超聲馬房 保養得亞洲力量非常之好 華卓程也能保持一個好的表現 華卓程看到蔡宇寒 盡上爭的 真是絕對不放鬆 穿土結爭 他這個路程囂張 他等來地1800最好 1650的勝率率很低 不過他跑到1Q算是有交代 馬房一圈1Q 好,不如先看看下一場 來到下一場 就是第六場的三班1650 戴冕恩是四 爭掌今天爽快 爽快很熱 爽快 一檔可否搏回籃 起步就OK 他都算出得OK 當然不是放頭 但見到很努力 騎著守住內蘭 放出頭都預料 粉紅色眼罩 就是雙天至尊 爽快走到第二位 開邊有隻美麗賀彩 浪漫組合 這裏結果走了三碟 在內側有馬爾代夫 然後內蘭位置紫色衫 就是皮具之星 綠色衫就是黃炸 尾三位置就是無心碎棉 這裏轉一轉鏡 又見回了 尾二就是滿冠紅 反尾就是怪獸騎兵 起步慢了些 所以現在就落後 在馬群的尾那裏 前面 雙天至尊 是自己放的 沒有馬拍著他 在第二位 就見回了 美麗賀彩 然後內蘭位置爽快 再隔了個多身位 才見回了 浪漫組合 馬爾代夫 這些馬匹 最後一碟 就是皮具之星 還有一隻黃炸 原來第二段 是22秒83 原來自己放了雙天至尊 但也放得不慢了 尾三位置仍然都是無心碎棉 然後滿冠紅 在尾那裏橙色衣服 就是這隻拐獸騎兵 雖然是自己走 但可能中段 還是走得比較快些 雙天至尊 入直路的勢 就已經不是很強 反圍那隻爽快 都是很輕鬆 由內蘭移出去易碟 這裡人家騎緊 他都是盯著 然後又轉頭 看看後面有些什麼馬 然後就不斷發一下邊 就已經是出頭了 後面的馬看下去 都沒什麼辦法 就收窄他的距離 衝上來就見到 例如巨之聲 還有內蘭在爭位 那些無心碎棉 貴獸騎兵的馬 但是完全黏不到這爽快 馬爾代夫仍然可以維持著 在第二位 這隻都很安穩的一隻頭馬 抽一檔 一檔那麼好 你輸給情亡一職 不過早段騎下去 這裡有一點搶口 因為這裡開始捉 幸好開邊有隻馬 包一包他 未來喝彩 有了遮擋 逐漸設桃 這隻爽快 這裡還有一點急 爽快 然後後來 雙天主要放得夠快 不會太慢 他就不用再載 這裡有一點急 因為他早段騎 一騎馬上了一口 但是這裡開邊 美麗學祭一包著 他就開始解決 我安心很多 美麗學祭 不是 我覺得最安心 是入到直路去過人 之後就已經看後鏡 你可以這樣看人 即是贏了 上次都冰冰冰冰 走得不順 今次不同 今場賽事 上次贏的情亡 跟著都贏了 再出有 港籍很硬 大地又上個名 這些職員當然都很硬 反而黃詐今場真的很落後 追到上來都一半半 最後尾四上來 有一隻不適合跑法 那隻貴獸奇兵 橙色三萬難 起步慢 起步慢了 你打算跟著三四位 那些位跑 其實他追上來都很近 不過跑不是他的那個跑法 最好多 六號要拉低他 你看現在內難為止 沒有 凡是這些應該擺前的馬 你一起步失機 還要去到最尾 就完全是不可以作準 但他都有走勢 他不是沒有走勢 回到來都近 集前都見到 蔡綿少是這樣切碎 但是春集說一下都慢了 他零零四十萬 是 不止一次 好 第二名的照片就是7號 馬爾代夫 這些評分未利 分段時間第六場 透暖年二十五二九 第二二十二十二十三 第三段是二十七零 就是泥地的賽事 通常都步速會快些 我們再跟蘇綽輝商量 說好事 我們跑回泥地 這場步速都適合他的 剛剛 你知道今天的檔位是重要的 都有幾場 第一檔贏 變成我們一檔 變得好多 你一檔 就算你慢了一點 你都可以守得到 我想三四位都OK 基本上 現在他可以跟得前一點 變成可以守住放頭馬後面 他其實還是很新很年輕 其實他應該有些能力去上班 要去到幾高 都要一直跑才知道 那絕對有能力 應該都很高 因為跑完之後我看到 爽快的位置只有10.01 泥地對上一次有10.01位置的馬 很久之前 四年前 2019年9月 二郎 剛才在這裏炒 因為真的很久沒見過 在泥地的賽事會有些熱到禁交關 泥地上的名字 上一次輸給呈王賽者 硬謝 有今晚的黃金一檔 對手又不算很多 所以回報就是這條紙 第二名的馬爾代夫 其實兩季都沒有贏 長期都比賽 但兩季都贏不了 上季搬頓 92季之力都贏不了 但你這樣看 比拒之聲都跑光 而過不了馬爾代夫 因為比拒之聲 在三班 又真的蠻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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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蠻 有些馬同場跑過 再出來的時候 可能未必是同樣 能力上大家不如想多幾層 第六場看完休息 回來看其餘那兩場